我没来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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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个女子为何哭得如此凄惨吗 因为就在刚刚不久 她的男朋友就在她的面前被一群人给绑架了 动作之快之嫌熟根本没有留给女子呼喊求救时间 她的男朋友就被塞进了车中 等待她的只有两件事情 第一是报警 第二就是准备好高额赎金等待绑匪们的交易时间地点 这是什么地方 绑匪们竟然肆无忌惮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绑架 这里就是绑架之都菲律宾 一个绑架频发的国度 在这个国家几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起绑架案发生 其中大部分都是针对中国人的绑架 以前活跃在菲律宾的绑匪还是比较蒋武德的 一般绑匪在收到赎金后至少还会把人给放了 现在的绑匪简直就是恶魔了 在收到赎金后不仅不放人而且会直接撕票 你以为撕票就完事了吗 绑匪还会要挟受害者家属花钱赎尸体 如果不给钱 那么尸体就会被丢进垃圾队中 菲律宾贾美地省发现2BC员工尸体 证实未因未缴赎赎金被撕票 近日被认为是绑架勒索受害者的 两名网络BC公司华人员工的尸体 被发现遗弃在贾美的省伊姆斯 当地警方于今年2022年5月 在Pong-Buia社区Donghari路的一处草地上的垃圾袋内发现死者 他们能够确认 遇害者是来自华人的失踪网络BC工人 根据壁炉电视录像 遇害者最后一次被看到是离开一家夜总会 当地警方表示 有个女士联系他们 他们登上了车 之后就失踪了 之前有联系过遇害者的家人 据称他们签下巨额债务 嫌疑人要求遇害者家属支付30万元人民币 约合240万批索 但他们没有支付赎金 这两名华人随后被杀害 一名目击者认出了用来运送尸体的白色面包车 就发现了尸体 警方成功追踪到该面包车的司机 警方邀请嫌疑人解释 但由于说辞有许多漏洞 当局1月6日对他提出谋杀指控 目前警方仍在继续调查 与此同时 死者的遗体已经运抵回国 为什么菲律宾的绑匪这么嚣张 很多网友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们把矛头指向了菲律宾的菠菜行业 菲律宾绑架问题 根源于灰产行业 如果菲律宾整治菠菜园区 确保园区人员可以自由进出 那灰产老板还敢随便买卖人口吗 如果没有买卖人口 绑匪还会随机绑架中国人吗 也有网友给出了其他观点 他说到对于在菲律宾当地 属于比较富裕的阶层 比如华侨华人 很容易被绑匪锁定 而从非警方破获的案件分析 绑架案多有内贼通外鬼的现象 被绑架者家中雇佣的司机 庸人 园丁充当绑匪的卧底 雇人利用雇主的信任 打探老板的家境 生活规律等信息 并提供给绑匪的情况不在少数 当雇员与雇主发生矛盾 甚至因此离职时 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 现在疫情管控放开 你还会去菲律宾旅游吗 如果去千万别那么相信 在菲律宾 你认为是自己人的陌生人